第一 年龄 故儿终于可以叫姑姑了 在金庸的神雕侠侣里 对于小龙女的描述是这样的 少女披着一袭青纱般的白衣 游四身在烟中墓地 看来约摸十六七岁的年纪 书中的小龙女年龄十八岁 就像观众心目中最典型的 吕肉桶版的小龙女 拍摄时吕肉桶也是二十二岁左右了 你以后只能喜欢我一个人 唯一符合小龙女年纪的 也只有刘亦菲了 2004年她饰演小龙女时 只有十七岁 可是1983年出生的陈燕熙 已经三十岁了 这也难怪网友们不买账 相信于正版神雕侠侣的看电在于 这个姑姑的称号 可是名副其实了 姑姑 是不是故人说错话了 第二 神情 故母派的伙食太好了 当若年龄并不是网友们 对于陈燕熙这位小龙女 唯一不满的原因 那陈燕熙捧嘟的婴儿肥 实在是让网友们忍无可忍了 连导演王金也忍不住发微博吐槽 这么胖的小龙女啊 毕竟按照金庸的描写 小龙女不但长得十分秀丽 而且可以睡在神索之上 轻功尚成 身材也很是轻盈 可是陈燕熙的模样呢 哎呀 咱们就不要求骨瘦如柴了 但是这圆圆的脸蛋 看上去十分鲜胖的身材 也不是小龙女的类型啊 这样的古装扮相 真是怕神雕拖不起 大家抱不动啊 为了堵住悠悠重口 制作人余正终于忍不住发话了 不就想看个定装照吗 请看图 照片中的陈燕熙 白杀蓝裙 白白嫩嫩 可爱又鱼 可是仙气不足啊 但是又有谁会知道 这回鱼正葫芦里买的是什么药呢 说不定可爱的小龙女能被接受的 预期吐槽不如期待吧 我觉得每个人演不同的角色 都会有自己的演艺方式 所以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其实有时候很被动的 娱乐新年帝 咕咕很辛苦 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